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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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哇 好漂亮喔 這間 這間全家變成銀杏大大 傳說中東大的圍牆 不知道多摸幾下 我考試會不會滿幾分 雖然我已經不用考試了 銀杏大大吊逛逛了 其實變禿頭也滿漂亮的 你看中間那個鐘有點越陰越陷 銀杏地毯 這裡是安田講堂 很漂亮喔 而且我覺得銀杏雕光有一種 另外一種美感 終於找到這一隻了 這一隻就是澀谷很有名 中田巴公那個雕像的那隻狗狗巴公 然後他的教授呢 其實就是東大的上野教授 他的故事呢 就是上野教授在上課的時候 就突然猝死 所以巴公就等不到他的主人 來喔 找到我們今天的目標了 中央食堂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吃吃看東大的食堂 看吃完之後會不會變得比較聰明 他平日是8點 早上8點到下午6點半 但是我跟大家說要注意 因為他有專門給那個教職員用餐的時間 是11點半到12點半 所以這個時間點記得不要來吃 所以這個時間點記得不要來吃 好酷喔 我的媽呀 哇 他有超多食物的耶 欸 他的價格上都還滿便宜的 你看他最大才592塊 就是以日本的外面餐廳比起來 他便宜滿多的 可能因為學生價有拉麵有飯 而且還有那種像日本定食的那一種類型 怎麼辦 我什麼都想吃耶 而且還有甜點 哇 這裡還有喔 哇 這裡還有醬可以加醬跟茶 嗯 看起來顏色不太大 我們是冷靜一點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拿的餐點 他其實品項還滿多的耶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 算是滿健康飲食的那種感覺 那不知道吃起來味道是怎麼樣 我來吃吃看 現在吃這塊超巨的雞肉 嗯 它這雞肉還滿嫩的耶 它是帶皮的那種吃腿肉 什麼腿肉吃起來 我覺得就是一般的醬燒的味道 所以我給大家看起來 我覺得還滿剛好 可是你配合一年是能吃的 很加肯定很難的 首先我給你這一盤 變了兩個主持人 又魚 然後又有紫桃 然後半熟半熟 菜跟魚 你們想說應該是魚骨 它這個的總價格是9到53號 我覺得滿好爽的 就學生吃的不會有負擔 外間選擇滿多的 因為你要很均 青魚的部分 這個青魚其實滿厚的耶 嗯 稍微用醬蜜蜜蜜蜜蜜蜜的調味而已 好吃 欸我覺得它這個青魚比它的肌肉好吃 嗯 它的青魚很厚 然後它用那個鹽甜味 然後鹹鹿的不會太鹹 因為台灣不是買那種青魚類啊 通常它都是薄薄的一片 這種其實沒有那個厚 但它這個算滿厚的 有種在家裡日式吃飯的那種感覺 好像那種已經全飯店都會出現的餐店 滿喜歡的 可是我搞不進來 你看這魚肉有多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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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種日式早餐後出現的一些餐桌上的餐點 這魚肉有多大塊 這魚真的蠻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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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吃看這個包是什麼的 我來吃看這個包是什麼的 我剛剛拿的時候還給人家亂加獎 這包到底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很好吃 嗯 有餅 嗯 嗯 這包都哪一塊的 剛剛薯泥造的有點軟 邊邊是薯的 有點中間 把我這樣醬就有點軟掉 剛剛吃起來覺得不會太油耶 我留了一些飯 想說要來蘸一下半水乾 嗯 嗯 這個秋鬼 OK 哇 超哥 沒有納豆的感覺 我覺得蠻好吃的 好 其實是我們的第一盤 我們來吃一下我們第二盤 我發現有人 應該有人覺得我很奇怪 然後這是我剛剛第二盤 這是他們蠻有名的刺門拉麵 來吃看味道怎麼樣 然後跟剛剛我原本想拿 但是沒有位置的甜點 這樣子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拿的這一些 1465塊 還是非常滑順 我覺得它刺門拉麵 看起來有點像淡淡麵的那種感覺 非常難刮起來 聞起來 是那一種 很多蔬菜甜味的那種味道 它本來有點以為它有點像淡淡麵 結果它現在聞起來是甜甜的蔬菜的味道 這個是他們很有名的刺門拉麵 因為它的份量非常的大 然後又不貴 這個刺門拉麵才590塊 然後找大一碗的 490塊 怎麼那麼划算 吃起來有點像韓式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醬是有勾芡的 它在吃過程中有一點泡菜感 然後有一點有蔬菜的甜味 然後它豆芽菜跟蔬菜都還滿脆的 所以咬起來口感還滿豐富的 豆酒味道上就正常 有一種在裡面媽媽煮出來的味道 就是各種參照在一起的味道 而且其實滿大一碗的耶 然後吃吃看這個包是什麼的 來吃看這個包是什麼的 神奇的炸物 這是火腿耶 它是很大一片很厚的火腿肉耶 在裡面 真的有點像午餐肉我覺得 吃起來算還好 但外面的豬排醬加的非常的好 所以吃起來超好吃的 但我跟你說 那午餐肉鹹度不會太高 跟你印象到那種罐頭午餐 午餐肉的感覺不太一樣 午餐肉的感覺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吃門拉麵吃起來有點像石井麵耶 蔬菜石井麵加泡菜汁 我覺得它真的很大一碗 是白酒 底部出現了 有一個刺門拉麵 我不是想要拿半熟蛋加秋葵嗎 現在 剛剛想說拿了 就是再拿一次 它的秋葵我覺得弄得還滿好吃的耶 而且它的那個 韓傑不會讓你覺得有點噁心 有點納豆感不知道為何 推給我一口飯嗎 這是我室友點的炸雞飯嗎 我偷吃一口 我覺得吃起來還好看 因為我們家常菜的感覺 家裡面媽媽煮出來的感覺 吃完了我們在吃甜點 有兩個 一個是巧克力 一個是草莓的 看一下這個多少錢喔 兩個都是293塊 看起來很好吃耶 感覺我應該好像吃草莓的 草莓的 那個香料感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它的奶油還滿厚重的 草莓的那個香料感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它的奶油還滿厚重的 巧克力的有好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也還好 就有所謂比較甜膩的 因為它奶油都還滿厚重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就還好 但如果我想 吃飯的話我想要來個甜點 我是覺得可能 你可以拿巧克力的 我來救援鑰匙有它的動法 我是有的南蛮雞蓋飯 南蛮雞 吃完了東大的中央食堂 其實我還滿推薦大家如果來東大看陰性啊 或是來東大逛逛的時候可以來吃吃看耶 我覺得味道上還滿OK的 但是我個人比較推薦它有點像是日式定食 剛剛那個鹽的那個青魚啊 或是那種單純一個一個拿的 就那幾樣我覺得味道都還不錯 有媽媽的味道 然後吃起來比較健康 然後負擔感也不會太重 可是像另外剛剛的那個刺能拉麵那些 我覺得味道上就普通 但是它一價格上來說它很大 然後還滿經濟實惠 我覺得其實滿符合學生的需求的 所以大家一直來有興趣也可以試試看 我其實還滿喜歡 因為剛剛我是有點那個南門雞凍飯 因為我覺得那個南門雞蠻脆的 如果單點它的話我應該會滿喜歡的 然後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就是 它沒有到非常的驚豔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來吃 因為畢竟就是學生餐廳嘛 而且我這樣子吃起來啊 這麼多樣 然後才1465再加953 我覺得真的滿滑的 我覺得學生在這裡會滿幸福的 因為你不管要吃重口味的 或是清淡的都有 我吃完之後究竟有沒有變比較聰明呢 吃完之後走一走 不知道會不會遇到剩下之久 不知道會不會遇到剩下之久 東大托特巡班 還是它不管 會不會太久以前的巨人 有沒有新一點 好我吃完之後我立刻來算一下 吃完之後呢 因為畢竟是吸收了東大日月精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1465加953 我要多久才能算出來呢 8 1 5 2 好 大概就是這樣 拜拜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 從這邊食堂走出來之後呢 你往下走 這裡還有紀念品店 我們就來逛一下 買好了 幫大家 因為它裡面不能拍 所以我就直接進去幫大家逛了一輪紀念品 在這一支影片下面留言 任何你想說的話 或是想對東大說的話 是任何心得 然後我會抽出兩位送 我剛剛幫大家選的紀念品 首先是這個鐵盒 是不是很可愛 上面有東京大學LOGO 有沒有很可愛 然後呢 因為我抽兩個嘛 一個一組是這樣子 還有附上這個東京大學的HB的鉛筆 希望你在寫考卷的時候呢 能夠滿分 如果已經畢業了沒有要考試的話 希望你寫的時候會有三下自久 或是阿布寬的感覺 我們東大特訓班嘛 然後還會附一個東京大學的袋子 這樣子是一組 然後抽出兩組 大家記得在下面留言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兒 大家就先這樣子了 掰掰 祝大家高考順利 祝大家人生順利 祝大家東大特訓班好看記得看 嘿 剛剛找這個找了超久的 有遇到一個農學部的學生 問路 他長得很可愛